目前,在珠海举办的第12届中国国际航空航天博览会正在如火如荼的举行中,肩负20、运负20等大国重启无疑成为了本次航展的一大亮点。 不过,就在大家对这场视觉盛宴意犹未尽时,我国A11电航空将携带多种先进的空中机器人产品参展,为现场观众带来另一场叠开生命的科技盛宴。 据介绍,A11电航空不仅是来自深圳的航空明星企业,而且是全球领先的装备及飞机制造商,它主要研制广泛运用于军事、行业以及民用领域的低空无人机防御系统、装备及无人机系统等产品。 而在此次展会上,该企业的航展品瞬间吸引了许多海内外专业人士的目光,尤其是这款全球首架海陆空三七飞机,名为MyABC。 海陆空三七飞机,顾名思义,就是既可以冲天鹰机长空,也可以下海斩波披浪,想想都觉得很刺激。 总设计师对外表示,这款飞行机在空中是飞机,在水中就变成游艇,还是可以开车直接上路,将这三个概念集于一体的确是令人激动的技术创新。 实属我国首创,世界上是无潜力,而且该飞行器在多项指标都超过了国内外两栖飞机,证明了我国在三栖飞机领域已经实现新的突破,MyABC三栖飞机。 据了解,这款三七飞机是一款极低能高效的极飞机、汽车、快艇于一体的飞行器,采用全复合材料制造,内置双座双操作系,其最大起飞重量达到700千克,巡航速度可达到每小时220千米,陆地续航里程为600公里,空中续航里程为1500公里。 有外国专家表示,无论是从设计理念,外观造型还是技术含量,都自豪不亚于国际上目前已经面试的飞行器,况且这些都是两栖飞行器。 凭借这一点,中国完胜,反观美国,目前正在研制一款两栖飞行器,预计在2019年交付,可以在不到一分钟的时间里完成地面模式和空中飞行模式的切换。 但是它的缺点也是十分明显的,就是需要滑行才能够起飞。 而且,它的空中续航为640公里,最高时速为每小时160公里。 相比之下,我国已经是领跑者了,无人自转旋翼机AU300。 此外,A11电航空还向外界展示一款无人自转旋翼机AU300,它采用了全碳线高强度机身,在满油情况下可以载重50千克续航4个小时。 更重要的是,AU300自转旋翼无人机的起降距离十分短,只需要100米左右的地方就可以做到随时起舵,目前能做到这样的已经是屈指可数了。 毫无疑问,A11电航空成为了我国在空中智能领域的开拓者和领先者,向世界展现了我国在该领域的高超技术水准。 与此同时,该企业还与中航通用飞机企业签署了战略合作协议,建立长久的战略合作关系,力证让我国成为空中智能领域的排头兵。 秦龙Y300无人预警机。虽然中国在预警机技术领域起步比西方国家晚,但进步很快,如今凭借助整体技术的飞速发展,正在赶超美国。 而今天,借助国际盛会珠海航展的机会,我国向世界展示了最新型的无人预警机,标志助我国在无人预警机研制方面取得了重大突破,并在很大程度上提高了我国的空中预警能力。 11月6日,第12届中国国际航空航天博览会正式拉开序幕,在展会上,一款由中国电科集团第38研究所研制的G300无人预警机瞬间引起各大媒体的关注。 从外形上和尺寸上来看,它与像彩虹、四无人机这样的查打一体无人机的机型十分相似,但是它却可以搭载固体有源像控阵雷达等多种预警侦察雷达,被称为持行预警监测海空目标任务的多面手,也正这独特的技术,才会引来众人的围观。 有军事观察者分析,将无人机技术和预警机技术相结合,这将是一种巅峰之作,至今没有其他国家能够完成。 如今全球首款G300无人预警机的问世,意味着中国走在了该技术领域的最前沿,对中国具有重要的战略意义。 G300无人预警机 根据参与该无人机研发的科研人员的介绍,G300无人预警机的全称是 G300空中无人预警机监视系统,其航程超过1000公里,实用声线超过5000米,在海陆上空对三代机的探测距离大概为50公里,可在低空范围内对三代机进行准确的探测,而且,基于良好的结构设计,让该无人机的稳定性和操作性受到保障,这些对中国来说都是一个不俗的成绩。 同时,无人预警机的出现,不仅可以填补国产无人机型号体系的空缺,而且为无人机在未来战场上的运用提出了新的可能,此前中国缺乏对海空目标进行监控的无人机。 而全球首款无预警机G300无人预警机的出现则弥补中国在预警机平台的短板,加上无人预警机的高性价比等优势,将让我国成为战场上信息角逐的优胜者。 我国专家还表示,国产无人预警机具有对隐形战机的探测能力,很有可能成为未来隐形战机的客星,包括F-22G300无人预警机。 此外,根据官方发布的消息,基于航程远和可载中低空活动的性能优势,G300无人预警机还可以对舰载直升机、海面舰船以及反舰飞弹等目标进行大规模的侦查监视,执行长航时中低空巡逻任务。 同时,在无人机部署航母的前景越发明朗的前提下,无人预警机很有可能在未来成为航母舰载无人机的重要组成部分。 对此,美军表示,事实上,中国已经是该领域的领军者,而美国稍训一筹,仅仅就目前的G300无人预警机来说,一旦应用或将改写海上战争时,而这类无人预警机的最优势就是海上使用,特别是可以搭载在航母上,届时美军在海上的优势将彻底丧失。 秦龙。长期以来,为了遏制中国军事实力的发展,以美国为首的欧美国家长期在军事技术上对中国进行军事封锁,希望以此能够达成 遏制中国军工实力发展的目的,PG-6C-76C发动机,迫于美国压力中止供应。 因此,不仅仅是正儿发精的军用设备和制造技术禁止向中国进行出口,甚至是那些有可能转为军用的民用设备和技术,都禁止对中国进行出口。 在此之前,中国的5G-15装直升机曾经使用加拿大惠普发动机作为动力来源,但是在多方干涉下最终不了了之,导致我国5G-15装直升机在装备初期,因为动力不足而导致战斗力大受影响,5G-10早期型号动力不足。 而情况在今年开始逐渐发生变化,在11月5日,也就是珠海航长期间,英国国防承包商公开宣布,将向解放军供应军用级别的基载雷达,并且只要中国愿意采购多少就能够提供多少,不会有数量上的任何限制,英国基载雷达的性能还是不错的。 这也是自从对中国实施军事技术封锁以来,第一个对中国解开相关技术封锁的国家,在此之前,包括意大利和法国在内的欧洲国家,就曾经多次向欧盟建议取消对中国的军事技术封锁,因为在经过多年的观察后, 这些国家惊奇的发现,中国的军工实力不但没有因为技术封锁而削弱,反而越变越强,A400M运输机,现在没什么吸引力了,而此前本来对中国来说还算有吸引力的军用装备,比如法国的幻影副2000战斗机,欧洲的A400M军用运输机都已经失去了对中国的吸引力,原本可以用来出口中国创惠的产品,现在已经完全入不了解放军的法眼了。 而为什么是英国首先做出行动,恐怕和英国军工企业实力逐渐削弱有很大的关系,因为欧洲军事一体化的影响,从前拥有完善军工研制能力的英国军工企业,现在已经沦为简单的零部件供应商,只剩下VAE防务公司和罗罗发动机公司还在苟延残喘,罗罗公司的发动机对中国的吸引力还是很大的,而在本次的珠海航展上, 中国雷达技术的发展可谓是压垮了英国国防承包商自信的最后一根稻草呢,此次中国的珠海航展,不仅展出了全世界范围内最为先进的量子雷达,更是展出了多款机在有源向控阵雷达, 而该领域此前一直都是英国军工企业擅长的领域,LKF601E机在风冷有源向控阵雷达,比如最新的小龙战斗机装备的世界第一款LKF601E机在风冷有源向控阵雷达, 在世界范围内同等尺寸大小的机在相控阵雷达中,性能位居前列,这也代表了目前的中国军工企业完全有能力占据世界小口径机在相控阵雷达的市场, 北约各国都在压缩自己的军事预算,而经济因素也是此次英国国防承包商表态的重要原因, 目前欧盟和北约正在倾尽全力压缩相应的军事预算,这就代表了原本就日趋饱和的北约军用机在雷达的市场竞争会更加的激烈, 这对于目前成绩欠佳的英国来说,带来的压力更大,中国还有大量第三代战斗机,而中国空军目前虽然装备了包括肩负20战斗机, 肩负10战斗机在内的世界先进第五代,第四代战斗机, 但是目前中国空军还有200多架的第三代战斗机,和上百架早期型的第四代战斗机需要进行升级改造, 市场前景广阔,中国好东西已经不少,而趁着自己目前手上的技术还能够卖几个钱的时候,赶紧把技术卖出去, 而不是傻傻的捂在怀里等住过期,恐怕是英国国防承包商,